这里呢是河南南洋室博寺啊 最大的浴室加工基散地 今天咱们看的这家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这种小精品 感觉是挺多的啊 而且他们这个他们上的货品的话呢 它更适合这个浴室和宝宝配戴 很多货品都是适合浴室和宝宝配戴的这些货品 看到没 小精品比较多 各种料子 糖白的 碧玉 青海料 烟紫色 还有这种山料 他们这边可以说都有 做的这种题材的话呢 也是比较萌宠一点的 属于这个小精品一类的题材 种类比较多 对不对 像这个小鱼 无论男女都可以带 这是糖白 但是它没有抛光 不用上手摸就能看到就能知道它没有抛光属于这种毛货 还有这个 这个还是果律的一个比喻啊 呃里边的话呢是不存在任何的色根黑点啊过度色这些问题看到没 你别看这些东西比较小但是有的价格的话呢也是蛮高的 毕竟他们这种雕工一般都是手工雕刻的比较多 这是做的一个小海豚 毕竟 毕竟 这是一梯环的小瓶子 这么小你说得了吗 后边还有这种 啊一套这个翻纸啊 小金星比较多 然后这个是脆青的也是一个三色的料子 呃稍微带一点点糖 但是糖不多如意 世事如意万事如意 这边还有二勺啊白玉的碧玉的二勺 呃一体环的辣椒最轻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啊拜拜